好,那我马上来介绍第四位魔王 来自原著名悲南族的好声音 他的铸唱经验超过了15年 也是著名的乐团飞鱼乐团的主唱 曾经在华人星光大道第二 担任魔王PK成功 同时他也是中国好声音指定参赛的大炮歌手 大炮 准备好了哦 这位魔王一名惊人请出声 大炮哦 好大 掌声来欢迎 黑暗魔王怪猴 我们大炮魔王 黑暗魔王哦 黑暗魔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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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被挡住你试 真的 为什么叫黑暗魔王 因为黑暗魔王呢 是因为选手遇到我人生就会变黑暗 好杀气的绰号 唱不唱 请问魔王 请问魔王过去有看过我们红人榜的节目吗 有有有我研究很多 研究很多 没有错没有错 你有研究潘俊南吗 他的快歌方面的口气上可能转换不过来这样子 口气 你说不到尾 开口 对 是是是 对对对 哦呦哦 那请问魔王今天带来什么歌曲让潘俊南进入黑暗世界 带来这首他曾经唱过的歌曲 哦 诶 第四首歌你准备的是什么 那我就不跟他拼快歌啊 我就唱慢的嘛 对不对 因为这首歌曲是我们没有很感激的一首歌曲 是林彦如经典之作 糟糕的咖啡 哎呀 把它改成亲音乐 OK好来我们热情咋声鼓励他们 谢谢